欸欸欸 她 specialists 健康夥伽一 好 你吃大一點 大家好 我是你的健康保朋友 D population 5月26日 drawn 星致上路 不分年齡 Pedigeri 所有民眾只要快篩 陽性 精英師評估之後 極為確診 全民該怎麼樣因應呢 什麼 老婆 是 什麼 知名YouTuber Eddie確診了 是 慧琳猜播一則最新的消息 知名YouTuber Eddie確診了 我們來看一下收稿的畫面 先問我給你癢癢 等一下 我們先拍 哈囉大家好 我是 先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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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舒服欸 Ricky你那邊有沒有飲料 我喝一下 請你先喝 我們先拍喔 先拍喔 欸 那今天飲料是無糖喔 沒有 還是無糖啊 半糖 沒有味道 你現在沒有味道 沒有味 不知道 我喝沒味道 還是我中了 該不會 我打三劑欸 有打三劑應該不會中吧 我打三劑還是會確診啊 那個 還是我們塞一下 快塞快塞 快塞 太扯吧 怎麼可能 我不可能確診啊 有快塞嗎 兩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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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oh no 星球 五月二十六日 新政策上路 不分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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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快塞 發現 我是兩條線的話 是是是 好 那你那個 快塞試劑拿起來 借我看一下 先不要動喔 是喔 那你 確診喔 二十六日開始 只要 快塞IA 陽性就算是確診 好 那我會 幫你做 確診的通報 最近這兩三天 有什麼症狀 呃 就是 第一天的時候 滿不舒服的 可以 一段時間後 那 初步看起來齁 你是屬於輕症 那 是 低風險 低風險族群 所以說 可以吃一般的 那個症狀治療藥 就可以 很多人都有那個 口服病毒藥 那個 那個我為什麼不用 因為他們是 六十五歲以上 或者是有糖尿病啊 或者 肝臟疾病啊 或者肺部的疾病 所以他們是屬於 高風險群 高風險群 我們建議是 四五天之內 又要開始投藥 那對病情的進步 會有幫忙 現在已經 幫你 列為確診者 確診者 就是說 一般來講 百分之九十七以上 都是 那個 輕症 都會 七八天以後就會 恢復 那你就是 在家服藥 不要出門 七天以內不要出門 請家人 或者 親戚朋友 來診所拿藥 如果說中間 咳嗽咳到會喘 反正也厲害 或者是一整天沒有尿 或者說高燒不退 或者人越來越沒力量 那就趕快播一一九請求協助 那這段時間就是好好在家休息 那祝你早日康護喔 嗯 其實經過這次我確診的經驗 我想告訴大家說 確診沒有大家想得這麼的可怕 也對我來說也沒有這麼麻煩 我就是待在家裡 跟家醫師的視訊診療診所 跟他們視訊 然後你告訴醫生你的狀況 醫生會跟你說 你該怎麼做 甚至會開藥給你吃 所以你不用擔心你自己 確診然後沒有人關心你 不用擔心 醫生會幫助你 如果你對於這些APP 比較熟悉度 沒那麼高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們可以找 會用的親友代看 因為政府其實是有提供 親友代看的服務 你可以使用這個服務 然後讓你的親友 會用APP的親友去看醫生 醫生就會跟你的親友做聯繫 然後會現場call out給你 衛生服務它有一個平台 如果你真的確診之後 你可以上網去填寫它那個資料 填寫完畢後 你會得到一個確診證明 然後再一個是居家給你證明 所以大家確診之後 真的不要擔心 你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助你自己 好啦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我要送給大家一個RAP 就是 確診怕怕 不怕不怕 首先要來 醫生就來 遠端視診 實在必須 好 透過剛才知名YouTuber Eddie他的經驗分享 大家都清楚了嗎 簡單為您做總結 快篡陽性 經過醫師來做評估 確診之後 他會進行通報 然後呢 你可以自行去健保快樂通 或者是衛生福利部的數位平台 下載這個居隔單 或者是確診證明 程序都非常的簡單 您可以觀看以下的頻道 好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請您不定期的追蹤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的健康好朋友 J夫人